为了加强民众使用电器的安全观念 五谷防轩队特地来到了成州关怀据点 向民众讲解用电的安全还有相关的注意事项 并且提醒大家平时就要养成正确的用电习惯 才能够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有鉴于民众常因使用电器不慎 导致电线走火引发火灾 为提升使用电器的安全观念 五谷防轩队一行人来到成州关怀据点 向民众讲解用电安全及注意事项避免灾害发生 成州活动中心让理事长的邀请来讲解这个用电的安全 我们是五谷的副宣队 我们用电的安全列为重要要务 副小队长李立芬表示 家中延长线使用不当是许多家中火灾发生的原因之一 因避免超过负载电量 过长的电线千万不可捆绑 以免造成电线温度过高引发电线走火 只要你住五楼的公寓都可以到消防队去申请一个住宅浓烟警报器 对家里非常的重要 它是我们火灾的首富神 副小队长李立芬提醒民众凡居住公寓五楼以上的住户 均可以到消防队申请一个住宅浓烟警报器 民众平时养成正确用电习惯就可以防止意外发生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五谷采访报道